打败了恶魔化的比克托尔之后 凯尔文将前任魔王之女收为了伙伴 在那之后 凯尔文的锻造和艾菲尔的裁缝技能也都升到了S级 他将比克托尔掉落的装甲改造成了莎拉的新护甲 艾菲尔也给莎拉做了护具披风 吉拉尔也拿到了新的魔剑 这两天不眠不休的锻造可把凯尔文累坏了 整着史莱姆就想吃完饭后赶紧睡觉 艾菲尔贤惠的去做饭 问他有什么想吃的 凯尔文垂死病中惊作起 他想要吃大米饭 然而在异世界根本没有米饭这种东西 于是想吃米饭想疯的凯尔文 带着伙伴们前往就是有像米一样食物的水锅朵吉拉 顺便旅行和比克托尔的约定 带沙拉游历世界 上次的庆宫宴结束之后 彩丹小姐就又离开了 因为她的职业是神 所以凯尔文无法将其召唤 为了隐瞒神的身份 她决定离开一阵子 附在她分身的一体上 如果顺利 凯尔文就能召唤她了 而且她的容貌不会改变 凯尔文可以再次对她一尽钟情 凯尔文在身边多了两个美人 也难怪公路基纳着急 沙拉感觉到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 话音刚落 一个女人突然冲到马路上 接停了马车 小弟们纷纷从树上跳下 打劫 我们是令人闻风丧的黑风盗贼团 把钱和女人都交出来 不是我说 就你们这个出场方式 车速快点都能把你们给创飞 不过对于开车小哥这种普通人 威慑力还是够大的 朵吉拉确实有一个黑风盗贼团 但是前一阵子 就应该被多莱森的A级冒行者 讨伐了才对 凯尔文打开坚定眼 都是二三世纪的废物 没意思 就给沙拉处理好了 不过为了避免场面太过惨烈 凯尔文没让她用武器 其实武器的沙拉 不出意外的将盗贼们全都走趴了 女人被抓了也不认输 这算什么 他们老大的等级 可是恐怖的七世纪 凯尔文立马来了兴趣 和沙拉一起面容和善的凑到女人面前 再和他们多说说呗 经历了这个小插曲 凯尔文一行人来到了水锅朵吉拉 沙拉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大海 不过约定了要教她游泳的恶魔 却再也不在了 沙拉笑着让凯尔文教她游泳 两个妹子开心的闹着 凯尔文也想赶快放松下来 不过在此之前 他们还有事要处理 将抓获的盗贼 交给了当地的冒险者工会 工会长密斯特和里昂会长 是曾经一起冒险的队友 所以她早就听说了 关于凯尔文的事件 关于黑风盗贼团的事 其实还另有隐情 多莱森的英雄克里斯托弗 在讨伐完黑风盗贼团之后 居然接下了他们的名号取而代之 现在挂着英雄名义 做着人口买卖的勾档 虽然现在克里斯托弗 在朵吉拉作恶独端 但因为她是多莱森的英雄 贸然对她出手会引发两国的冲突 所以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而且就七十几的小喽啰 凯尔文完全提不起兴趣 就在这时 她突然感知到了什么 用对内语音问撒拉拥有没有在城里 发现一支五十级左右的私人小队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凯尔文黑黑一笑 那这件事就叫给勇者大人处理吧 没错 勇者们也来到了朵吉拉 一听到城里有盗贼团 莽夫的勇者刀哉二话不说 就要去为民出海 虽然他们来这里 只是为了寻找 迁往西方王国的船 但是身为勇者 怎么能不乐于助人呢 将讨伐盗贼团的事 交给了正义的勇者 这样多莱森就没有理由 找他们麻烦了 但凯尔文的打算 可不仅仅是这样 要是都让勇者打来的话 他还玩什么 没错 他带伙伴们先一步 来到了黑风盗贼团的老巢 及时救下了 差点被人渣欺负的一对母女 因为有干部被抓 克里斯紧急召集了队友回来开会 原来他们借着盗贼的名义 到处抓人是多莱森的命令 当然会开到一半 凯尔文就带人冲了进来 克里斯伊卡有人闯入 还想着这回终于能打个尽兴了 结果凯尔文笑得比他还要恶人 他可没打算进行战斗 接下来要进行的 不过是在主菜端上来之前 先把脏掉的盘子洗干净而已 等勇者们找到盗贼团 里面的盗贼已经全被凯尔文清理干净了 一路上 不管是什么盗贼 还是尸体都没发现 顺利的让人感觉到不对劲 刹那通过感知 发现了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 冲进去一看 里面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史莱姆 刀仔正要拔刀使用圣剑 被凯尔文救下的小姑娘 气势汹汹拦在了史莱姆面前 只是救下他们的大哥哥的宠物 不许刀仔欺负他 女孩的母亲急忙上来解释 在得知了他们是勇者之后 请求他们赶紧去帮助救下他们的冒险者 刀仔还有数十人 而且干部都非常强大 那位冒险者再厉害都赢不了的 刀仔二话不说 就往最深处的房间赶 一推门 黑风的干部倒了一地 勇者当然不认识他们 还以为他们是来救人的冒险者 而房间里面来救人的凯尔文 全约恶人 正恭候着他们的到来 打盗贼有什么意思 战斗狂就要打勇者